结果与讨论 由步骤三可以发现 当两支电极距离已远时 电极附近所产生的气泡会变少 而当距离越靠近时 电极附近所产生的气泡则会变多 因此当两电极的距离越接近时 气泡生成速率会越快 而越远时气泡生成速率会越慢 二 根据实验结果 请判断正极产生何种气体 负极产生何种气体 两者的体积比是多少 观察两支试管内的页面高度 可以看出正极与负极所产生的气体体积比 大约是一比二 当点燃的火柴迅速插入正极试管内 观察到火柴燃烧更旺盛 可以知道此气体会帮助燃烧 具助燃性 所以正极产生的气体是氧气 而当点燃的火柴迅速靠近腹极试管口时 会听到啵的一声 且试管口可能会观察到淡蓝色火焰 可以知道此气体可以燃烧 具可燃性 所以负极产生的气体是氢气